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伟大的梦想 都想要去成就一番大事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高呼 我们想要去做这些大事的时候 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些小事 我们不愿意去做小事 但是愿意去做大事 但是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 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的人 上帝才会将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他 我们不愿意去做小事 不愿意去为小的时候 我们其实成不了 一个伟大的人 愿上帝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 来看一看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 十三章 三十一到四十三节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圆是白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塑在他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教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当下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烤出来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 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今天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 十三章三十一到四十三节 我们首先来看三十一和三十三节 在这里圣经说 他又设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要来塑在它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孝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这等全团都发起来 好 我们圣经看到这里 我们看这里记录了 耶稣基督对天国的比喻 他把天国比作芥菜种和面孝 这两个比喻有一个相同之处 这个相同之处就是说 这个芥菜种和面孝 一开始都是小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里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二节这里说 这个芥菜种原是白种里面最小的 小的不得了 很小很小 这个面孝呢 同样的道理 一开始它也是小的 这种小是一种微小 是不被人重视 相反往往也是被人所轻视的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它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初代教会开始的时候 他们没有很大的规模 他们就是几个门徒们聚在一起 他们同心合一的掰饼祷告聚会 每天每天就这样过着他们的信仰的生活 他们是微小的 他们是不被人重视的 甚至是被轻看的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正是他们这群人 从微小开始 开启了人类教会历史的时代 今天的教会已经扩展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还在扩展 教会的事工也越来越多样化 系统化 但是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今天教会的辉煌 我们还要看到初代教会 那群虔诚的旧徒们 他们在开始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 他们是微小的 教会就好像这个芥菜种一样 从初代教会一直发酵发酵 一直长大长大 成就了今天教会的辉煌 但可惜的是 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 曾经教会的微小 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他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他们想要去做大事 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但可惜的是 他们只愿意为大 却不愿意为小 他们看不起做小事的人 当然自己更不愿意去做 那些不被人所关注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 这样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 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修女 她叫小德兰修女 她的生命影响了 后来我们所熟悉的 印度加尔格达的特雷沙修女 这个小德兰修女 她之所以伟大 不是在于她愿意去做很多大事 不是在于她愿意伟大做大事 而是相反她愿意为小 专心去做那些小事 她的生命只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二十多岁的时间 但是在她短暂的生命当中 她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就是为别人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在她死了以后 当天主教的这些人 在收集她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她写下了这样的灵修日记 她的灵修日记经整理出版后 影响了后来成千上万的人 其中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 我愿意成为耶稣身边的一朵小花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她愿意做大事 但是今天有多少个人 愿意成为耶稣身边的一朵小花 小花虽小 但是她能够为主带来清香 小花虽小 但是她在耶稣的身边 难道这还不是伟大吗 我们很多时候高呼着 要去做那些大事 却不停地抵抗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 这往往才导致 我们的人生一直在做小事 亲爱的兄姊妹 天国是微小的 一开始是微小的 像芥菜种一样 愿我们能够去改变我们的视角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伟大的人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三十六到四十三集 在这里圣经记载道 当下耶稣理开众人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 将一切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 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官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了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解释了败子和麦子的比喻 这段经文解释了之前的比喻 我们知道天国的概念不是一个 我们首先知道天国的概念不是一个虚无的缥缈 仅仅指向未来的事情 天国在今天的世界当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 看得见摸得着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的教会 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 持守神的道 上帝掌权于教会当中 这就是一个天国的雏形 但是教会不是完全的天国 但是它是天国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雏形 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最终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会成全所有的天国的形象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完全的天国 因此在教会当中 我们还受着来自于魔鬼的攻击 当然了 再扩大一点 我们基督徒本身自我 也不停的受着来自于魔鬼的攻击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是教会和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中 时时刻刻所面临的问题 有的基督徒一看到教会有了问题 就对教会失望了 就觉得世界的末日来了 因为教会都这样了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 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们知道今天的欧洲 美洲教会 他们的教会都在变质 特别是欧洲 因此基督徒觉得那块土地没有希望了 上帝离开了 我们不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悲观的眼观 去看待任何教会出现问题 不仅仅是那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眼观去看 我们要换个角度来看 虽然那里出现了问题 但是那里还有神的愚民 还有父亲的活种 当然伊利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拜巴黎 没有人敬畏耶和华了 他向上帝高呼 只有我一个人敬畏你 但是上帝怎么告诉他 上帝说 我留下了七千人 未曾向巴黎屈膝 未曾向巴黎亲嘴 我们看到了 这就是上帝为留下的这样的愚民 带来了这样的复兴的活种 以色列败坏了 但是他们还有尼西米 以色拉这样上帝的愚民 他们可以回去耶路撒冷 重修大卫到他的藏目 同样 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失败了 犯错了 好像所有的人都应该仇恨他一样 远离他 疏远他 好像自己很圣洁 犯错的人就很不圣洁一样 这是不对的 我们不要带着一种狭隘的眼光 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世界都是灰色的 是没有颜色的 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 神的国里不仅有好人 也有魔鬼带来的坏人 甚至义人也会受到坏人的侵蚀 逼迫患难 但是希望在最终的审判上 上帝必要将义人的官发扬官大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带着一颗属灵的眼睛 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愿上帝祝福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在天赋完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属灵的眼光 正确平衡的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弟兄和姊妹犯了错误 就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这一切都变得灰色了 特别是究童犯错误 好像就是不应该一样 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戴着这样的有色的眼镜去看待 我们要体恤我们人心的软弱 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常常去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去装备我们自己 去抵挡来自于魔鬼对我们的攻击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让我们知晓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神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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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